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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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流行 在地的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我相信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文化 但是 我們結合 字幕志愿者 我們 我聽說 能夠認識 很多精彈性 字幕志愿者 還有我們 大家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東江大燕的活動在短短幾天熱銷幾乎感受到大家的熱情支持 剛剛也特別跟我們的州局長說希望可以再加碼啦 聽到大家的聲音啦 右手邊的照相機 緩緩的將點神幫我移向在左手邊 今天有許多的動態媒體也臨活動現場 有沒有哪個媒體沒有拍到叫請舉個手 讓PB確認一下 東江大燕的活動 那以食材來講呢 整個台灣的食材是非常豐富 然後像我們也是用這個在地的大園的這個石斑魚啊 還有像比較南部的烏魚子啊等等來入菜 那在菜色口味上的調味啊是有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們知道南部可能會比較有這個甜度在上面的一個調整 那北部呢就是一個鮮鹹的味道在裡面做一個調味 那在最大的這個挑戰啊要克服的就是一個 在食材的一個保鮮跟取藏的一個過程 因為在內門當地的這幾位中某塞 他們在這邊的已經非常的久了 所以在整個完善的一個設施是非常有 那我北部下來除了這個食材的操作 還有把這個人動 運送 還有這個人力的資源啊 要做一個好的調配才可以完成一個好的這個內門大宴 那你覺得就是說因為最近都物料上 物料都漲價了 那你覺得成本有沒有可能增加 其實以這個費用來講的話 要辦這個內門大宴其實是已經應該說是無超所值了 這個宴席當中除了食材成本要去掌控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引擎的成本就是人力的資源 還有一個人動冷藏設備的一個這個使用 還有一個就是器具的租借 但是我們都是以這個高雄內門在地的這片廚師跟他們合作 請他們來協助這一塊 可以讓這個本來是要多餘的成本就是 可以讓自己來吸收掉 然後讓這個內門大宴也可以完成 更好的這個饗宴 OK 謝謝師傅 來去賽事要靠給人家吃水果 大好灰 等一下 來去賽事要靠給人家吃水果 大好灰